茄子作为我们生活里最常见的食材,一般都是红烧或者凉拌 今天分享一个不一样的做法 一开四拌,去腥后斜刀切成片,厚度一厘米左右 先放少量白醋拌匀,这样可以防止茄子氧化变黑 再往里面倒少量啤酒拌匀 让茄子吸收一下啤酒的味道 拍粉之前一定要把茄子彻底控干净 少量多次加入,只需要挂薄薄一层就可以 首选玉米淀粉,没有的话其他淀粉也可以 拌好以后就是这种效果 下面调个料汁,加入美极鲜一勺 盛醋半勺,料酒一勺 这个蒜尽量用捣碎的,不要用蒜末 捣蒜比蒜末更能突出味道 加水浸泡就是蒜水,放少量蚝油,挤少量的盐,多一些的白糖 再加一勺清水,搅拌化开 辣椒段用水浸泡,放几颗花椒,再准备一些香菜段 锅里油温五成热,下入茄子炸一下 高油温可以让茄子快速定醒,不会吸油 分散开下锅,这样就不会粘连 拍粉到位了,只需要炸一次就可以 不需要二次复炸 茄子完全飘起,颜色金黄以后捞出 大家可以听一下声音,就能很直观的感受到 锅流底油下入花椒辣椒段,小火炒一下 辣椒段用水浸泡果能经得起长时间炒 更能突出它的香味 炒至辣椒变色,把料汁搅匀倒进去,熬出味道 放少量的水淀粉勾芡 一定要稀一点,能挂在茄子上面就可以 把茄子下锅快速炒匀,控制好茄子和料汁的比例 能挂匀,锅底不留汤汁就好 再把香菜段下锅激发一下味道 炒匀以后出锅装盘 一道非常好吃的风味茄子就制作完成 口味咸咸回甜,略带一点焦麻味 推荐大家有时间尝试一下,一定会给你惊喜 点头像,金竹叶,还有更多美食视频 我们下期见